回到主场俄克拉克马城 雷霆队已经没有了退路 大比分0比2落后的他们 必须在这里放出一波 雷霆队的开局打得相当不错 杜兰特连续攻击得手 他们很快取得了8别0的领先 作为联盟的得分王 杜兰特半场就得到了16分 这次力压瞪肯的暴扣 更是点燃了主场球迷的热情 球封第一档的马斯队 利用外线远投与雷霆队周旋 两队在第一节没有拉开差距 邓肯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数据 他在第二节比赛 还有2分25秒时 成功封开对手 个人季后赛盖茂总数达到了477次 超越贾巴尔成为NBA历史上 季后赛盖茂总数最多的球员 然而马斯队其他球员却表现一般 防守当中漏洞百出 雷霆队在第二节后半段 打出了德军高潮 到半场结束时 雷霆已经领先了13分 加门场雷霆队继续控制着比赛节奏 而马斯队的得分 如同吉诺比利这次上篮一样 异常艰难 进攻不流畅 分差自然就会不断拉大 维斯布鲁克在完成这次空冲接力之后 雷霆队已经领先马斯21分之多 比赛也失去了全面 最终五人得分上升的雷霆 102比82大胜马斯 将总比分搬成了1比2